嗨!各位Maskin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要來開箱了 我們要來開箱什麼呢? 上次呢 我們一直有在 這個接觸到這個登山用品的產品嘛 那我們今天呢 也又要來開箱這個登山用品類別的產品喔 因為之前 在前幾集各位有看到嗎? 我在準備這次登山的道具 那有一些東西已經太久了 我那個民國85年的這個企劃爐啊 已經壞掉 後來我不是送去維修嗎? 就很快的 如我所願 也如我所料的 維修費很便宜 只要150元 可能一些塑膠 可能氧化啦 然後更換啦 這樣就可以 因為畢竟它是機械式的 而且他們的產品 到現在為止 還一直都在賣 這一個型號的企劃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做個測試給大家看好不好 我們上次送修的這個企劃 所以呢 這是我們修好之後的第一次要啟用它 然後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種登山用品 這種機械式的這種東西啊 最迷你就是時間用越久 它感覺越有價值 它這種東西是復活 在維修的時候 可能有倒一些去脂油進去 我們利用這剩餘的一點點去脂油來試試看 然後 而且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個產品 就是這個 這個是屬於戶外登山在用最快速的什麼料理 日本秋天餡的米喔 然後還有什麼 它有乾燥的蝦仁 玉米 紅蘿蔔 還有鹽巴 乳糖 然後 將這些呢 什麼洋蔥啦 紅蘿蔔啦 這些東西 全部加到這裡面 然後你在登山的時候 就不用自己煮飯了 它標榜的是你只要加入 煮費的 160cc的開水 倒進去之後呢 再把它封起來 就可以把這個米煮熟喔 利用這個 然後再開箱一個東西 這個是上次我去維送維修的時候 順便買了一個這個 這個是 屬於登山用的 輕量化的這個水 它是專門可以用來煮咖啡的時候呢 或者是你要做什麼料理的時候可以使用 然後很輕 覺得它蠻特別的 然後那時候剛好又在打折 所以呢 我就買了這個產品 很輕 然後也是Coleman的牌子 因為我非常喜歡Coleman 你看這邊還有一個Coleman的Logo 所以呢 我們待會呢 將水倒到這裡面 然後把它煮沸之後呢 然後我們要把它怎麼樣 澆到這裡面 然後我們來試吃 好不好 Let's go 好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氣化爐呢 先打開來 看一下 確認一下裡面的去之油 還有去之油 聽到水的聲音 我們把它蓋起來 那 記得要在通風處的地方使用 那我已經把窗戶都打開了 接下來呢就是加壓 把這個氣閥呢先關掉 然後加壓 鬆開之後呢 加壓 這樣 對它加壓 哇這個 跟還沒維修之前差好多 我現在打就已經有感覺它那個氣已經有 哇 壓不進去 好 到完全你覺得快壓不進去的時候就可以 然後你看打開應該會有聲音 噢有沒有 呵呵呵 哇 那個去之油那個沖上來的味道 好我們現在 要準備要先把它點火好不好 點火的時候首先呢把這個氣閥要打開 打開的時候呢 它就會有瓦斯出來 然後去之油就會出來 所以你要先點火 然後讓它火冒出來 哦 有沒有 哦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才是正常的火 這個才是正常的火 就是有經過加壓之後 它的火會呈現藍色 而且火焰非常強 這個在高山的時候就需要用到這種氣化爐 所以為什麼 到山上的時候 錄影的時候有的人會帶這種爐子 我不是帶那種瓦斯卡式 在那個地方你很難 把東西煮廢 嗚 這個才是完全燃燒的 不能有紅色的火 這種藍色的火才是正常的 水要滾了水要滾了 我已經覺得水在滾了 嗚嗚 等一下水就滾了 因為只有200ml的水 所以是很容易滾 很快就滾了 那不覺得很有趣 好 水已經滾了 我們現在把火關掉了 現在我們要來煮快速料理包了 首先呢把這個打開 打開 打開之後呢 這裡面有什麼呢 裡面是這個 有筷子 湯匙 可能讓你吃飯的時候用了 然後呢 這個呢 裡面還有一個調味 調味粉 調味粉是不是應該是 還沒有煮的時候就把它倒進去 然後我們讓大家看一下裡面 有蝦仁 然後類似蝦仁干貝還是什麼 是干貝嗎 蝦仁啦 紅蘿蔔啦 沒有干貝 拿那麼好 然後記得一件事情 這個乾燥劑要拿起來 不能直接煮好不好 所以打開呢 把水倒進去 然後這裡面呢 有一條線 裡面有一條線 有沒有看到 裡面有畫一條線 箭頭底下有一條線 有沒有看到 那個就是水呢 倒進去的時候 水不能超過那一條線 水的高度差不多就是這裡了 來 給大家看一下 我已經倒進去了 然後呢 料理包呢 應該是這個時候就要放進去 趕快趁現在 好香喔 把它攪握一下 我不知道這方法對不對 不管 這個感覺好像有在吃粥的感覺 像煮那個粥 但是它等一下應該會吸水 吸完把水吸完之後呢 變成是白米飯 好 我們現在把它封起來了 等待它 這個熟成好不好 所以結束的時候 應該是像這個圖片這樣子 好啦已經經過15分鐘的時間了 我們要來看看到底 好了嗎 我現在摸起來呢 整個呢還是很燙 然後而且摸起來 已經開始怎麼樣 感覺裡面是飽飽的 應該是乾乾的 沒有水水的 整個都是 像裡面裝的飯糰一樣 給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來吧 喔 哇 整個都變成白飯了耶 然後你看 嗯 你看 好香喔 非常香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這樣有看到嗎 對焦對得起來嗎 哇 有蝦仁紅蘿蔔 我吃吃看 嗯 非常好吃 它吃起來就像真的在家裡自己煮的白飯一樣 非常好吃 好香 而且呢 我剛剛這樣的料理的方式是正確的 把這個 佐料 全部倒進去和一和 然後直接 我們剛剛等了大概15分鐘 其實這樣看起來應該10分鐘就可以了 嗯 好喝 我覺得這個東西呢 非常適合 就是 譬如說你如果 去郊外啊 然後覺得 料理 然後煮飯很麻煩 然後還要弄這個 你可以買一包這個 嗯 好吃 而且蝦仁吃起來 很軟 給大家看這蝦仁 有入味 大的蝦仁被我吃掉 剩這些 剩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 很好吃喔 嗯 真的好吃 非常好吃 而且還有飯喔 粒粒分明 這米飯是粒粒分明 完全 哇 今天晚餐就靠這個 因為我老婆他們不在家 哇 這個呢 介紹給大家好不好 這個一個是185塊錢不便宜啦 那因為它賣的是什麼 方便便利性 然後這個又是日本進口 然後用的米呢 是日本的這個秋田餡的米喔 不過我剛剛已經吃了將近快一半了 這分量還不錯 我大概 一個大人的 一碗飯 哇好香喔 可惜剛剛的蝦仁都被我吃掉了 所以你們看到的就只有剩下米粒啊 哇好吃 嗯 可以啊 這去登山戶外這樣夠的啊 很棒啊 韋田即時飯 蝦仁炒飯 這是蝦仁炒飯 今天為大家介紹什麼呢 第一個 水壺 這個專門是在煮這個 然後呢我修好的 Coleman的企劃爐 然後呢 好吃的蝦仁飯 好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節目好不好 我知道這一類的產品呢 可能在平常時你用不到 然後呢 呃會需要用到朋友比較少 像我 喜歡登山的人也不多啊 點多就是露營 露營的人已經夠少了 現在還要登山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生活上的趣味 然後 一個 我覺得man's game 呃提供給大家呢 不是只有說一定是你用得到的東西 而是我們提供了一些 你可能平常時生活上你不會遇到的東西 那 Alan因為有涉獵到這些 然後所以 介紹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樣的內容 將來有一天你可能 突然你要用到 或者是你跟朋友討論到的時候呢 你至少你也知道了這些東西 好嗎 把這些知識啦 把這些我的收穫啦 提供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好不好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呢 記得幫我們按讚 然後按分享 或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 大陸的朋友呢 也辛苦你們了 我們知道現在看youtube越南要翻牆 很辛苦 那其實 不要擔心 我們底下的連結呢 也有我的 微博的連結 可以加入我的微博 記得喔 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你們 掰掰 掰掰 吃到晚上就不用吃了 晚上就不用吃了 嗯